编译,王德华·利文斯通,是一名英国政治家,他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伦敦市长,他还是前国会议员,也是工党的前成员。 他于27日在金粤俄罗斯堪文城,在1945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大约50%,美国是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权利详细建筑,但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我们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主宰整个地球的世界,就像1945年后的美国一样。 他认为,没有一个强国能再次主宰世界,美国不得不接受现在的世界,就像大英帝国崩溃时一样,我们应该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通过这样做,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将受益,包括美国。 只要美国不再回头看,一文如下,特朗普关于战争,制裁的威胁,以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可能会被视为一个古怪政客的咆哮。 但这并不全是关于特朗普的,他所倡导的是美国许多精英的观点。 特朗普和他那一代美国人,在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超级大国的环境中力大,这不仅仅是他们庞大的核武器库克战争机器。 在1945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的大约50%,与英国和苏联紧齐后,各占10%左右,美国是大英帝国,在19世纪的权利详细建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干预,不是为了传播民主,而是为了推翻那些,不符合美国商业利益的政府,无论是1953年推翻伊朗政府,并恢复国王独裁统治的政变,或者1964年策划巴西军事政变,推翻了一个民选政府,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几十次政变, 美国免压了任何与其利益,相比处的敌对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约45年后,苏联解体,当时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下降到25%,苏联解体引发了对未来的一系列假设,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福山,1992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所表达的。 他认为,随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胜利,人类意识形态的演变已经结束,正是他1992年的著作《主党的政治辩论》,他预言共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我们的星球只剩下一种制度,50的自由民主,世界将永远不会再发生变化。 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大部分地区,数千万人的生活每况愈下,这助长了极有团体和种族仇恨的增长,但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不同的事情。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大约40年前,中国还是一个穷国,9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但中国的经济战略已经15亿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得超过美国的程度,毫不奇怪,这引起了美国当权派的强烈反对。 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关键人物鲍罗沃尔弗·弗雷茨。 Paul Walsh在1992年曾在跟美国国防部长迪切尼的一本秘密被忘录中警告着, 我们的战略现在必须重新聚焦预防止任何潜在的未来全球竞争对手的出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美国经济的衰退,沃尔弗雷茨的战略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共识。 包括民主党员奥巴马和希拉里,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们通过扩大北约的以包围俄罗斯,并制定遏制中国经济的战略,来推行多多逼人的政策。 奥巴马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试图在太平洋周围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经济集团。 幸运的是,这被大多数亚洲国家政府拒绝,而且从未发生过。 美国对中国的偏执,哭示了北京的经济,为什么能飞速发展,与允许金融部门主导并设定经济领程的西方不同。 中国注重科技发展,即触摄施投资比如高铁,并将金融中心置于严格监管之下,从而避免了其银行像2008年西方那样倒闭。 普京总统的一位重要顾问,谢尔盖格拉兹耶夫,所给格拉兹耶夫警告着,美国和欧盟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反复无常的政策,已经开始了贸易战。 他说,如果美国一直违反国际法,我们必须与中国和其他遭受美国侵略的国家一起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摆脱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他说,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系统,用于指导经济发展,将规划与市场自我监管相结合,并通过提高产量和生产效率,将个人主动性与提高总体福利的需求相结合。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结果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 这些国家正在日历加强合作,随着他们的经济继续增长,我们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够主宰整个地球的世界,就像1945年后的美国一样。 这种全球经济的转变引起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强烈反对。 美国需要欧洲团结起来,与之站在一起,而不是作为单个国家孤立起来,然后被新兴大国一个接一个的击败。 中国领导人两年前在二十国集团G20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警告着,我们不能再单纯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并呼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富有远见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来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他还承评提供直接支持,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 他还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快速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建设中,但这不是中国在制造势力范围,而是支持各国发展的一种手段。 我们不是在建设中国的后花园,而是在建设一个让所有国家共享的花园。 没有一个强国能再次主宰世界,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与中国等新兴新兴经济体合作,以及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或陷入由美国及其英国盟友主导的经济冷战。 美国不得不接受现在的世界,就像大英帝国崩溃时一样,我们应该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 通过这样做,世界各地的普通民众将受益,包括美国。 只要美国不再回头看过去,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